使用和放下负面性 所有的内在抗拒都会以不同的负面形式被经历到 所有的负面性都是抗拒 这样说来,负面性和抗拒几乎是同一词 负面性的范围很广 从烦恼、不耐到暴怒 从沮丧的心情、沉郁的憎恨到自杀的绝望 有时这种抗拒会触动情绪的痛苦之身 一旦如此,一个小小的事件可能都会激发很大的负面情绪 例如愤怒、抑郁或深深的悲伤 小我相信他可以透过负面性来操控真相 因而得偿所愿 他相信既有负面性可以招来愉悦的情境 或是瓦解一个令人不悦的状况 如果你,你的心智不以为不快乐是有用的 那为什么还要创作不快乐呢? 事实上,负面性当然没有帮助 它不但不会招来愉悦的情境 反而会阻挡它,不让它出现 它不但不会瓦解令人不悦的状况 反而会让这个状况挥之不去 负面性唯一的用处就是强化了小我 这也是为什么小我那么爱他 一旦你认同某种形式的负面性 你就不想放手 而且在深层的意识里 你不想要正面的改变 因为正面的改变会威胁到 那个沮丧、愤怒或受到苛刻待遇的你 因此,你会忽视、否定或破坏 你生命中的正向事物 这是很常见的现象,也很疯狂 注意观察任何植物或动物 让它教导你如何接纳事物的本人 沉浮于当下 让它教导你什么是本性 让它教导你什么是完整性 就是如何成为一体 如何做自己 如何真实不虚 让它教导你如何生、如何死 如何不让生死变成问题 重复出现的负面情绪 有时的确包含了某种信息 就像疾病一样 迫使你去检视自己的生命情境 并做一些改变 但是你在工作 人际关系或环境上所做的改变 如果不是来自你意识层次的改变 终究这是表面的 所谓意识层次的改变 只意味着一件事更加的临在 当到达某种程度的临在时 你就不需要负面性来告诉你 生命情境中需要什么了 但只要负面性还是存在 就利用它吧 把它当作一种警讯 提醒自己 必须更加临在 当你感觉内在出现了负面性 无论那是由于外在因素 某个念头 甚至是你不知道的什么原因而引起的 把它视为一个提醒自己的声音 注意要专注在此时此地 让你醒过来 跳脱心智 保持内在 即使最轻微的烦躁也很重要 你需要去觉察并观察 否则一些未受观察的反应 就会积累下来 而一旦你了解 你的内在不需要这种 毫无价值的负面能量场 你也许可以就此放下它 但要确定你是完全放下了 如果无法放下 就接纳它的存在 并把你的注意力带到 它所引发的感受上 除了选择放下负面反应 你也可以既有想象 自己是透明的 让造成这个反应的外在因素穿透你 而让这个负面反应消失 我建议你先从小事 甚至微不足道的时 开始做利息 比方说 此刻你安静地坐在家中 突然间对接传来 刺耳的汽车警报声 烦躁立刻升起 这个烦躁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什么也没有 那你为什么创造它 你没有 是心智创造的 这是完全自动化 完全无意识的反应 为什么心智要创造烦躁呢 因为心智无意识地认为 他对这个噪音的抗拒 好像可以瓦解 这个令人不快的状况 这当然是一种错觉 因为心智所创造的 抗拒 比他试图瓦解 那个最初噪音的 要烦人很多 这些都可以转化为 灵性羞耻的机会 在刚刚提到的 那个汽车警报声的例子中 你可以感受到 自己变成透明的 没有一个固体的肉身 然后你就允许那个噪音 或任何引起你 负面反应的因素 穿透过你 这样它就不会 在你的内在 冲撞到那面坚硬的墙了 比如我说的 你可以先从小事开始练习 例如汽车警报声 狗叫声 小孩哭闹 交通堵塞等 与其在内在 树立一面 坚实的抗拒之墙 让他总是痛苦的 被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 冲撞 打击 不如让所有事情穿透你 如果有人对你说 说了一些没礼貌 或刻意要伤害你的话 与其进入无意识的反应 和负面性 如攻击 防卫或退缩 倒不如让他 郑重目的地 穿透你 不做任何抗拒 就好像此地无人 可被伤害一样 这就是宽恕 如此一来 你就百害不清了 你当然可以 选择这么做 告诉那个人 他的行为 是不被接受的 但是那个人 不再有控制你 内在状态的力量 于是你有了自主权 而不再受制于人 也不会被你的心智掌控 无论是气者减低声 出炉的人 洪水 地震 或失去你所有的财产 所面临的抗拒机制 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还在外面 寻寻觅觅觅 无法跳脱 这个寻找的模式 并且认为 也许下一个灵修工作坊 可以找到答案 也许某个新的法门 可以帮你解脱 那么我要对你说 不要寻找平安 不要寻找你此刻状态之外的 其他任何状态 否则 你会造成内在的冲突 和无意识的抗拒 原谅自己 不能处在平安之中 当你完全接受自己 无法平安的这个事实 你的不平安 就会在那一刻转化为平安 任何你全然接纳的事物 都会这样带你进入平安 这就是臣服的奇迹 当你接纳事物的本然时 每一刻都是最好的一刻 这就是所谓的开悟